沈玉琳出書了 1月20號搶先上市 人人都愛滷肉飯 這是講什麼呢 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 這是一本與眾不同的書 因為書裡面描述的人呢 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誰 沈玉琳 怪他 為什麼叫滷肉飯 大家很好奇說裡面是不是在介紹美食 不是 因為滷肉飯是象徵我的為人的風格 做節目的風格 平易近人 廉價 但老少子宜 人人吃得起 都愛滷肉飯 所以拿這本書吃滷肉飯嗎 沒有 這本書就是我們一個優惠的活動 買這本書的人可以品 將來發行的時候會有書腰嘛 不是靠腰是書腰 品著書腰可以去換一碗滷肉飯 一碗而已啊 好爛喔 同時為了搭配這本書的出版呢 我個人也發行了 A片 單曲 A片單曲 沒有A片 單曲 A片只有單面 沒有單曲 單曲啦單曲 單曲是講像聲還是怎樣 沒有沒有 是一首歌 自己創作 一首情歌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現在是整人節目嗎 對啊 我也是這樣覺得耶 哪有最後嗎 你覺得說整人節目 然後等一下會有一批我的歌迷進來 然後就批評你說你不應該挑抗我之類的 然後就躺一團這樣 哈哈哈哈 荒謬大師竟然發單曲 歌喉到底如何馬上來鑑定一下啦 如果你要的事我全部是錢 我的愛就會离你默默動念 傷害你的心 傷害你的心我從沒察覺 才發現我讓你已哭成了花臉 你會好好地做 如果你要的是我全部是錢 對不起我承認是我太殘忍 離開我是你最好的選擇 從今以後 你都好軟啊 你會好好地做